阿赞多师弟龙婆通2450年重迪 过百年龙婆通师父是泰国早期的一位老一辈僧人 与重迪阿赞多大师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当年重迪阿赞多高僧跟随我的 Mainon Conquern的阿江城师父学习法术的时候 龙婆通其实也跟随过这位师父学习法术 所以阿赞多与龙婆通的法脉多少是有一点相通的 不过与阿赞多不同的是 龙婆通除了重迪还做过其他法相的一些圣物 如毕达佛 掩面佛 基本那个时代的僧人在做佛牌的时候 突出的就是自己心法单独加持的圣粉的重要性 没有像现在社会又金又银的奢侈材料可用 所以可以说一旦在泰国佛教界能闯出名堂的 都绝对是法力出众的师父 龙婆通就是这样的师父之一 后来龙婆通也教导了很多 后来成为一代名师的僧人学习法术 他们中包括了大成府 Walt Nathanok佛寺全太招财与第一名师龙婆中 Walt Panam佛寺九大圣僧百览佛的创始人龙婆术 Walt Panam Coe佛寺九大圣僧财富第一 神兽重敌的创始人龙婆班 Walt King Keal佛寺龙婆布 Walt Swang Cane佛寺波禅该等 龙婆通元祭的时候已经是117岁的高龄了 在泰国佛教历史中可以说是僧侣生涯极长 且在是时间最久的一位高僧了 欢迎订阅本频道 了解更多佛牌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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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